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老板 你的车空间真大 不像我的车空间那么小 贝贝 你开的什么车 福特 加油吧 只要你很努力 以后可以跟我一样 开上宝马车 老板 我怎么感觉你在揍我呀 我可不愿意开你这破宝马 你真是不懂车 贝贝 等以后你就明白了 贝贝 你就开我的宝马 接一下客户 老板 我开我的福特去就好了 我的福特快一点 你那个福特开着没排面 还是开我的宝马去吧 好吧 陈老板 你们公司实际不怎么样啊 我去别的公司 人家可都是财卖八贺击了我 实在不好意思 李总 这次招待不周 下次一定注意 这次的合作 我看还有待考察 先放一放 完了 又白忙活了 喂 有车是吧 我这就下去 贝贝 不是我说 您怎么又换新手机啊 年轻人要懂得来之不易 这有啥 送你啊 这里不会是巧克力吧 这么大方 这豪卖M260 就是我前五天在 919游戏里免费里的 你看 发现短信责文在这呢 这左下角不是要看运气 才能领的吗 不看运气 你电我左脚另一天 下载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只要周测上线就能看到 手机领起见面了 参加完活动就能领 苹果15 Pro Max 和华文M260活 填个地址直接报邮到家 谁都能领会不会很难抢啊 不会 只有我这个视频 左下角才能参与 而且iPad活的做保底福利 你看 现在好多粉丝都领到了 我这苹果15 Pro Max 也发货了 这么快 你再挂挂机身 把M260活也一起拿下 行 李总 你刚刚不是很喜欢楼下 那辆福特车吗 那辆是我的车 你要是同意跟我们公司合作 可以送给你 真的 当然 合作愉快 陈老板 合作愉快 不用送我了 我看这辆车先回去了 这李总也是个不懂车的 这福特那还有宝马号 老板 我那是福特GD40 加几个链他也没宝马号 你让我了解一下就知道了 七千多啊 老板 现在你还觉得是你的宝马好吗